画面中可以看到一早不少学生 从小琉球坐公船要到东港来上学 29号一早东流线正常营运 也有业者忙着补给 把一箱箱生鲜货物班上船 包含零星游客 也按既定行程前往旅游 往返屏东东港和小琉球的东流线 29号船班正常行驶 海上浪高还算平稳 船公司说目前浪高大约在一公尺以下 风力则在二级左右 不过随着康瑞台风逐步逼近 也随时紧盯动态 带您来听一段稍早的访问 目前我们现在东流线这边 还不受到台风内外围环流 还不受到影响 那预计在31号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大概预估会在 31礼拜4礼拜会有停航的考虑 船公司预估31号也就是周四开始 海上可能就会受到台风影响 因此周四周五有可能根据台风动态 适当调整航班 部分民众则是希望海上警报 能尽早通知就担心台风一来 船不开影响往来通行 恐怕生计也会有所影响